看到今天高雄的天气很晴朗 那不少人是起了一个大枣来排队 是要准备来卷起衣袖来捐血 先让我们来听一段现场访问 捐500 为了烤鸡 为了给小孩吃烤鸡 我有四个小孩 知道说捐血有送烤鸡吗 这也是一个诱因 所以说今天是打算要捐500 对我都固定捐500 我只能捐250 所以说跟烤鸡就无缘 对对体重不允许 好可以听到说上周这个凯米台风过后 高雄很多地方都有淹水 那民众是忙着来清理家园 再加上说连续放了三天的台风架 也因此很多的捐血活动都只能取消 那么南部地区近期的血库就非常的缺 短少了六千代 那么除了最缺的这个A型之外 另外像是B型O型AB型等三种血型 其实这个血库也都是严重短缺的 要有业者就为了鼓励民众来捐血 推出只要捐血500cc就送一只烤鸡 那准备了300只在现场来献烤献送 也因此一大早就吸引大批民众排队来捐热血